DESMAIDINE 那我們今天要開這個 DESMAIDINE 柯樹DESMAIDINE 那我們先講解這個 遊戲的玩法 因為這個遊戲中 我們每次玩的時候會 全部有五個古神 如果你有跟Case的話 那全部會有五個古神 我們會從五個古神中挑一個出來 然後劇本全部有 十五個 那也是從十五個裡面挑一個出來 這次是開的古神是 克蘇魯 然後我們的劇本開的是 這個 這個叫死亡之舞 他的劇情就是 我們在參加一場 夢幻的晚會派對 然後這個派對上面有很多 蒙面的舞者 然後此外呢 這個派對上面也會有很多 東方的異國生物這樣子 好 然後他故事說這邊 其實這些 這些 這些並不重要 重要的是我們發現 這裡面有邪教圖混進去 然後他會去 讓這些舞者作為召喚的祭拼 所以我們要去 阻止他們這樣子 那我這邊先講我們的遊戲 最通用的規則 就是你 不管開什麼繩或是什麼劇本的話 都一定要先知道的 最基本規則 好那我們先 看我們的角色 角色面板這邊 好我們角色面板的最上方 是我們的那個扇子 簡單來說就是那個繩子 那我們每次只要直骰直出這種觸手圖案 觸手圖案的話 那我們的繩子就會往前跑 往前跑 這樣子好 那當我們的繩子 跑到這個 最右邊的那個 骷髏時候 那我們玩家就會那個出局 就會直接 就會直接死亡這樣子 好 那我們可以看到 繩子上面有這個 這個 螺旋的這個圖案 只要當我們的繩子 掉到這種螺旋的圖案的時候呢 那我們就會 觸發我們的那個狂亂效果 好那我們現在會發給 那個 每個人一張這個 狂亂卡 好 這是 狂亂卡 好那就是 它的效果 通常 正常來說應該是要不好 但是我覺得它效果其實 其實是算好的 我覺得 可以看可以看 每個人都可以看 然後也可以那個 分享給大家 因為那個 這是一款那個 合作遊戲這樣子 好 那只要我們走到這 漩渦的時候 那我們就會觸發一次狂亂 那我們就會根據我們的 狂亂效果去 去執行結算 這樣子 那除此之外呢 我們每次只要走到狂亂的時候 那我們可以讓我們的技能升級一次 好 那現在來講解技能 我們技能的 技能 每個人技能都會有三條 第一條是 那個調查員的那個 他特有技能 所以那個技能 絕對是其他調查員 他不會有的 好 接下來兩條是我們的 通用技能 所以這個技能的話 可能會有跟其他的技能 就是重複到這樣子 好 那我們每次只要 走到漩渦的時候呢 那我們的等級 就可以選一個提升 就是提升這樣子 那我們 升級之後技能呢 那他 他如果沒有特別講的話 那通常會是 連前面的技能都會 就是那個保留住這樣子 對他會那個啊 就是加上去這樣 好 那 技能之外 然後可以看到我們的那個 扇值 就是漩渦的下面 有些有一個那個 那個 綠骰 對那只要當我們扇值 走到這種地方的時候 讓我們 直骰的那個 骰子數量就會增加這樣 好 那 講 角色下方 我們角色正下方 有兩條那個 那個狀態軌 好 那我們上面的那個 閃電叫做壓力 只要當我們 想要重新直骰的時候 那我們就 就可以 就可以那個 升一個壓力 重新直骰一個骰子 對 就是這樣子 好 那我們有很多情況 他也會逼迫你去 就是 升壓力 然後去那個 獲得什麼卡片之類的這樣子 好 那 最下面 很簡單就是 就是那個生命值 那就是